一百次我爱你 穿越这人潮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Chester的区块链频道 现在是2024年的3月10号 我们废话不多说 先来埋伏一个空头 这个空头其实相当于算力的一个租赁 你把你电脑的这个闲置的这个算力租赁出去 然后来获得一个挖矿的这个收益 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显卡的这个挖矿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理解为 在这里通过这种显卡挖矿的这种形式 来埋伏一个空头 代币的一个空头 像Chester这边的话已经部署完毕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的话 Chester这边 然后显卡的话是3066Ti 这个的话对你的这个电脑的这个配置 是有一定要求的 然后的话这个最低要求是30系列 比如说3050 3060 3060Ti 那当然比如说3080或者4090 那更好 所以说这边的话 这边对这个显卡有一定的这个要求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的话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这个老哥 要客老哥 他写的这篇推特 我也已经转发了这篇推特 就是具体 就是这个流程 怎么去开启这个挖矿 来埋伏这个空头代币 代币的空头 那这个他这个收益是怎么结算的呢 收益的话是在这边 Earning和Rewards里面 这边的话 他支付给你USDC 这边的话到时候你留下你这个USDC的这个地址的时候 请你一定要留一些这个 就是去中心化钱包的这个地址 不要留交易所的地址 不要留交易所的地址 然后这边的话 那个留一下你的这个地址 我这边的话刚刚部署完毕 也算是做了一个埋伏 这边的话给大家大致讲解一下这个流程 首先打开任务管理器 然后把这个CPU的这个虚拟化打开 这边开启虚拟化 这边大家可以自行斟酌 第二步的话 打开控制面板 选择程序 点击启用 关闭Windows功能 下来找到 使用于Lunus的这个Windows纸系统和虚拟机平台 这两个选上重启电脑 使用于Linux和Windows纸系统 虚拟机平台 重启后在系统自带的这个Microsoft商店搜索 并安装Ubuntu 尽量选择LTS版本 然后输入这个回车 再安装Docker Docker的话 这个其实按的也很快 安装Docker 这个就是Docker 然后在这里面 他这边也有安装了这个地址 下载Windows版本 然后安装 安装后重启电脑 这边要重启电脑 重启好几次 所以说大家要花一点时间来操作 最后安装这个NVD 这个最新版的这个驱动 然后查看这个版本 这个查版本的话 在这里 你看这里 NVD的这个SMI 然后这个驱动的这个版本 517.02 Cuda这个版本是1.7 然后安装E-Web达的这个Cuda工具包 找到适合自己的下载安装 然后这个还要重启电脑 设备在线就有收益 IDLE状态也会有 显卡不需要持续引行 有人作用的时候收益会更高 然后这边有 你看Yoke老哥 他说这个大佬说 这个盲挖状态 看不到收益 公布代币模型才能看到 所以说大家也是烧暗物造 平时不用GPU挂着就行 也有收益 只不过是盲挖的一个状态 然后这个就是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 可以去埋伏一下 这个就是一个盲挖的 一个埋伏一个空头 而且确实也是有收益的 这么一个方法 然后咱们画风一转 咱们看一下 从昨天到现在 这个过去的这个20小时之内 加密货币市场 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变化 首先这个大饼和以太的话 就是大饼基本上 算是站稳了这个69,000了 以太的话也即将突破4,000 估计突破历史新高 创造了新的奥特曼海之后 大饼和以太还能再往上再走走 尤其是以太 以太的话之前 我给大家也分析了 历史新高是4,800 现在还不到4,000 还是有一段距离的 那之后的话 我认为还是说 在这个当下的这个时间段 还是以太比大饼的这个投资收益 要更好一些 然后的话 给大家看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利好消息 那就是关于one cat one cat的话 依然还是很硬 整个和BRC20板块 我们看一下 这个芝麻开门上面的话 这个 也就只有one cat有涨幅 这个也是 还是比较让人 比较惊人的 我们看一下这个比特猫 这个one cat 现在这个one cat的链 有什么好的消息呢 首先第一个消息 就是说在8小时之前 这个one cat的这个 有一个相当于投票 让我们让它发生 就是比特猫 在这个币安上线 我们点开 点开这个币安 点开币安 然后这边的话 搜索比特猫 我们就按它 这个操作要求 给它操作一下 然后在这里 点一下搜索比特猫 这边 搜索出来的时候 这边点pick 因为我是没有这个币安账号的 所以说我没办法点pick 大家如果说有币安账号的话 大家去pick一下 然后clickpick 然后这样就可以支持 比特猫上线边了 我也坚信比特猫上线边 这一天早晚会到来的 这一天 这个是 边 边这个交易 交易所 然后的话 这个第二个利好 就是说 我们非常激动 亲爱的比特猫 这个one cat家族 我们非常激动 来告诉你 这个比特猫游戏 将在这个 今年的这个第二季度 就要上线了 保持关注 那这个one cat一直在努力 那这个游戏的话 我们大家看一下这个游戏 那我对这个游戏也是比较期待的 主要是它的这个代币经济模型 它一定会消耗到这个one cat one cat的话 现在这个应用本来就很广 非常广泛 首先我们看一下 其实它这个 defi和gamefi 购买升级游戏资产 头像宠物装备农田 这个就是 等游戏上线之后 这个功能就能被发掘到 然后我们其实看到 你看我这个one cat的这个链的 这个埋伏这个IQ50 代币的空头 我已经还35万几分了 每天都是有个几万的增加 不久的将来 我相信我就很快能达到这个金鱼级别 那就是说现在的话 这个one cat的话 你是可以 桥接到这个 它的这个 就是相当于在这个测试网 做个桥接的话 然后走往上线之后提现 这边的话 你就可以获得这个相当于 十分之一的这个积分 你桥接的币的这个数量的 十分之一的这个积分 然后包括也欢迎继续欢迎 我们没有加入我的比特帽家族的 小伙伴 也是欢迎你加入 欢迎加入 然后的话 这边的话是这个 我们看一下这个farming farming的话 这边的话 one cat的话 最近你看 有几个 有几个farming 首先是这个 白名单的这个farming 白名单 然后是brb 这个结束了 osky结束了 现在的话 就是开始的 就是这个 桥接one cat 来去相当于做一个质押 其实说出版了 这个one cat 现在就是 他只要说上一个项目结束 他就一直都是 有这个应用的 这个场景在这里 所以说 他这个这个消耗量 一直是有的 然后这个就是one cat的一些利好 以及为什么one cat 它能 不断的上涨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 刚刚忘记给大家说了 你像gala ron axs 也就是说过去的这几个小时 游戏板块 gamefi板块 已经开始要崛起的意思 那gamefi板块的话 这个 你像说到gamefi的话 那one cat 这个bitmall 那他就是这个 也是属于这个one 这个bitmall 就是也是属于这个gamefi 这个板块 游戏板块 行 最后再给大家强调一下 本期视频所有内容 捐为chester 个人意见与新的分享 没有任何的投资意见和建议 区块链和数字货币 投资风险非常高 你有可能会省失掉 有全部的投资本金 咱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拜拜